地震算得上日本的一大特色 以此事件也诞生出许多经典的桥段 例如本部影片男女主再次产生交集 正是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 原本毫无交集的两人再次相遇 男孩为了帮助孤立无援的女孩 不仅帮他救治受伤的仆人 还一路护送他们来到避难所 二郎紧紧牵着女孩的手 将她安全护送回家 随后日子恢复了往常的平静 二郎来到东京的一所学校 成绩优异的她比别人更加努力 本以为女孩会就此从她的生命中消失 可这段美丽的邂逅终究会延续 女孩托人给她寄了一个包裹 本以为能再次见到女孩 可最终她还是失望了 毕业后的二郎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工作 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名飞机设计师 他所在的公司研发的飞机存在巨大失误 也就此失去了研发飞机的机会 作为优秀的技术人才 二郎被派往德国学习 看着眼前体型庞大的飞机 大家都在惊叹这高端的技术 他们深深感慨若果的无能为力 学习归来的二郎经历了又一次是非失败 苦闷的她来到野外散心 命中注定般的机缘巧合 一把遮阳伞被风吹到她身边 伞的主人正是当年她遇到的那个女孩 两个人在清澈的溪流旁再次相遇 女孩名叫穗子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又一次给两人创造了相处的机会 害羞的穗子在瓢泊大雨中向二郎表明了自己的心悸 暴雨后 天空出现了颜色绚丽的彩虹 二郎和穗子终于正式出现在彼此的生命中 二郎会做一些小手工逗穗子开心 两个人对彼此都充满了好感 二郎虽然知道穗子得了肺结核 可依旧毅然决然向她求婚 两个人幸福地度过一段恋爱时光 二郎从事的工作具有机密性 迫于无奈她只好躲了起来 可是穗子的病情却恶化了 她顾不上收拾东西 急匆匆赶上前往东京的火车 终于在深夜见到了穗子 那一刻所有的思念与担忧一起涌上心头 化作了一个紧紧的拥抱 穗子为了尽快治好病 独自一人前往高原医院 一封封的信件传递着心中的眷恋 此时穗子已经时日无多 她跑到东京与二郎相见 在二郎的挽留下 他们决定一起共度最后的一生 两个人在二郎朋友家举办婚礼 穗子的美丽就像是昙花一现 她的生命很快便会凋零 在场的四个人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穗子和二郎过上了相濡以沫的生活 二郎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她设计的飞机是非成功 却也因此不得不与爱人分别 穗子温柔地抚摸着二郎 却已在内心跟她做了最后的道别 彼时的二郎处于事业的巅峰 但她却永远失去了挚爱一生的人 几年后日本的侵略战争失败 二郎看着满地的飞机残骸 她又一次梦到了自己的偶像 这一次两人探讨的话题更加深刻 对天空的渴望最终被欲望污染 朦胧中二郎看到自己的爱人 连同她的梦想一起被风吹散在空中 这是宫崎骏大师的封闭之作 或许当她垂垂老矣时回首一生 内心充满了对往事的回味与歉意